国际宾客来访加持中国官媒不止高捧人权至上 更说没有实权实美理想国 要外国不要当教师爷以止气使 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习近平强调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中国教部长王毅更表示 希望巴适来访问 有助于澄清错误讯息 甚至送上习近平关于尊重保障人权的书 相当讽刺 只不过这次巴适来访中采取闭环泡泡访问 也就是只能接受中方安排的行程 就有外媒担忧 可能沦为中共宣传工具 甚至还有媒体指出原本巴适来的中国行 并没有提到要会见习近平 很可能是新疆警方机密泄漏 让北京相当难堪 才赶紧安排视讯会议 当作联合国背书 一切全是中国 作秀一场 在新闻黄泉宇报道